我们这个边上这个皮带这里啊 它其实是有那个三条 三条这个凹槽 那么这个三条凹槽 其实你放哪里 就是要跟这里 就是我们这个钻树仪那边 这个要跟这个钻轮 滑轮你要保持同意 滑轮的那个凹槽 皮带这个位置和这个畅盘的位置 要水平尽量水平 这里有卡扣卡到这里 然后它这里有一条线 把这个对应上 卡好以后 对应上 然后这里有一个 可以看到 一个长的 长条的 把这个卡到里面 然后锁紧 锁紧以后我们拧紧 拧紧以后 这就可以了 嗯 这里还有两个配重 是给你销紧用的吗 然后清零 清零是按上面这个是吧 按下面就可以了 下面那个不是电源开关吗 电源开关 就清零就好了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五克的 两克是五克 这个是 五克 你看正好 这个是二十克的 有这么大的特重吗 这二十克 二十克 然后还有一个 我们一般这个 镇压剂啊 不准来源于在哪里 就是这个镇压 这个镇压剂的这个平台 和我们唱片的高度不一致 这样的话就产生这个增压剂不准确 所以说我建议增压剂 最好能试制到和一百八十克唱片平的位置 嗯 这水平 这个位置基本上就和一百八十克是一致的 增压之前我们先确定唱币的静态水平 静态水平什么意思呢 就静水平 就是我们把增压归零 这个SME的309R 是用旁边那个小纵锤调 我们现在是把它退到最后归零 然后用这个组的一个纵锤来调整唱币和唱头的 一个静水平从侧面看 就是水平上看 要把它调到静止不动 这个是指的 一个水平状态 这个是指的这个 这根必要平是吧 对对对 壁管 壁管要水平 这个 现在头还是撬起来呢 撬起来 然后我们再加大一点点增压 这就可以了 壁管保持一个水平 既不会往前也不会翘起来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用 再用 在调这个静水平的时候 我们这个纵锤 就是抗滑纵锤 一定要归零 因为它这个是吊坠的 我们把它放在这上面 让它没有侧滑的拉力 这样的话才可以 如果有侧滑拉力 枪壁也会走的 走动 然后我们利用 利用旁边那个纵锤 它是天龙103的 2.5克的增压 我们调 然后前前腿 一克 两克 三克 一克 两克 三克 一大克 这个应该是0.5克 两克 等一下我们再用增压剂来确认 先调到中间 多了 它是0.5一克 0.5 就一个格 0.5 现在的估计都是 螺纹旋转的吧 对 0.5 然后我们再 先调整两 因为我们还要去调 调寻规教 还有一些其他的 还是到时候还要再重新教程 然后我们的重锤先放下来 抗滑的重锤 现在抗滑重锤应该是最小的 就是抗滑的重锤 如果刚才测 增压 如果不拿下来 也会偏差是吧 对 等一下我们调 调下面的抗滑还是要拿起来 不能让它有外拉力 调好以后 然后可以先停 这里讲一下有效必长 有效必长就是畅盘 转动轴心的位置 一定要抓到轴心 然后到真间的位置 叫有效必长 有效长度 然后 唱臂的轴承 轴心的位置 到唱盘轴心的位置 叫轴距 之间的距离叫轴距 那我们 有效长度 减去这个轴距的距离 就是超距 大家所谓的超距的距离 我们在这里调呢 会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什么呢 SME的唱壁 它这里唱头盖 都是螺丝固定的位置 就是你不能前后滑动 很多唱壁呢 都是这个有长的一个长条 可以给你微调 可以前后滑动 那当这种不能调的情况下 碰到了 会怎么办呢 SME是采用移动唱壁座距离 来调整对这个两个点 AB点 然后呢 像这个刚才就没有对上 然后我们就移动大范围的移动 这应该移到头了 然后它这官方的参数是231 是它的那个 231.8 231.8 但是没有这个规格 但是我们这个窝离 这个尺上面是没有这个规格 所以说我们用231来调 这是最接近的一个位置 我们就是要在这个曲线的最外面 到最里面 都基本上踩到这个曲线上 对吧 就是 否则到了内圈 否则到了内圈就不准了 不行 这个还是碰不到 碰不到的话 我们就要采用另一个 另一条线 这个是232是吧 231 但是这个是老唱片的线 不一样的 这个应该能对上 那么 这个如果对得上 那个对不上会有什么问题呢 就精准度没有那个高了 那都能对 就是不一样 它巡轨的两条线不一样 这个对上 OK OK 刚才呢我们是想采用这个新唱片的 贝瓦尔德的线 新唱片是这个区域 然后 它里面呢 你看到 看到这一条线吗 实际上里面有两条 嗯 看这里写的 看这里 洛福哥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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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瓦尔德 嗯 就是右侧的这条线是贝瓦尔德 然后 左侧这条线 洛福哥伦 然后我们刚才因为 呃 移动 舱壁座 移动到 最里侧的时候 还是够不到 新唱片这条线 然后我们采用 老唱片的线 老唱片还是用 231这条线 这时候能对上了 我们用通过移动唱片 做的这个轴距 缩短轴距 然后来对上这条线 现在已经对上了 然后老唱片的这个 还有两个零点 相对应的 贝瓦尔德在外扯 中间这个点 和这个轴承这条线 要唱针相切 也要正切 然后里面那条 里面这个零点 是在外面这条 是洛夫格伦 里面是贝瓦尔德 也要相切 我切一下 等下能不能拍到 我不知道你这个相机 能不能拍出来